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为什么批八字会准确 其实他是建立在人他是贪心的 今天一个人他只要一年赚500万 结果他只剩下400万 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会觉得他的财运不好 可是明明他已经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依旧还是感觉到他的财运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因为人他有这一种感觉 所以在批八字他才会准确 其实在批八字的时候 是在批他的感觉 各位 你要了解 你在批人家八字的时候 他的财运好坏 他真正的现实的状况 今年 去年 前年 他的财运可能今年是两个 去年一个前年0个 是不是财运越来越好 但是他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 这边-200万 -100万 -50万 他的现实的状况可能是这样 他这个他也会跟你说 对了他财运是很好 可是他就是一直在赔钱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假如他财运好 他一直在赔钱 其实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那个产业就是一直在赔钱 第二个 他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特词 叫他赶快去换另外一个他擅长的 你要知道说 在批八字就是因为 人他会跟之前去做比较 跟之前做比较 他产生的这一种的好坏的感受的时候 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欲望 当你有欲望的时候 八字对你 他就是会产生影响 所以除非你跳脱五行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五行对你都不产生影响 在这一种情况下 自然八字对你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对到一些有修行的人 有修行的人 他们对五行的欲望是很低的 但是还没到完全不影响的情况 所以八字在他们的身上起伏 就会相对的变小 所以各位 人只要有所谓的比较的这一种的特质出现 以前我多赚钱 这一种的想法出现的时候 八字自然就会对他产生影响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到这一块 我们都是一般人 我们都有所谓的欲望 我们都是贪心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八字自然而然 他也会影响我们 你在批论八字 自然而然 他也会准确 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 改运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个叫做初识的改运 初识的改运就是 去外面修行 然后把欲望降低 自然五行对你的影响就会比较低 第二种 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讲的改运 你八字需要什么 尽量的揽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的能量比较具足 然后去看看 你现在的运程是哪边是强 哪边是弱 去做强的那一块 避开弱的这一块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运势也会自然的比较好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为什么八字会对你产生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欲望 只要欲望在 八字就会对我们影响 假如你的欲望变得很小 当然八字对你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因为毕竟我们人就是会受五行 还有欲望这一些影响 只要有这一种的现象 我们必然脱离不了八字的影响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